那變成說這個地方其實也可能會入字聚集 你或者是也有可能自己插入模組 那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你不小心把這個程式怎麼樣 把它寫到另外一個程式 可是你現在這個時候執行能不能執行 現在不行執行了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連結怎麼連結 你可能比如說連結的話 它會出現活躍不一驚嘆號 變成連結這個連結 執行能不能執行也可以執行 但是將來如果假設你交了這個檔案 另外一個檔案媒體交的話 那它就會失效了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也蠻常發生 但是因為我常用我會知道 但是你如果剛開始你不太知道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這個地方順便提一下 所以我這邊不是多一個嗎 記得你的marge不要存錯位置 如果存錯怎麼辦 沒辦法把它剪下來 貼到應該貼的檔案的下方 就是貼到這邊來 OK 不要填錯了 這個我把它關掉 或者是說你不相干的檔案 你不要把它打開 這個不要打開 把它不要儲存 那你再切到這邊來 你會發現這邊就不會出現了 那最上面這個是 我們系統本身已經預設了 所以第一個是沒辦法關掉的 我們的東西在這邊 OK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都是一些小細節 好 那再來的話 一樣我們有個年期 所以這邊當然就需要再個年期按鈕 那學碩士班的話一樣 所以我們最後再增加一個學碩士班 所以這邊的話 做法理論上就是跟這個一樣 乾脆我直接拿這個來改 把年級複製一下 有沒有 SUB年級跟尾巴 然後把它貼上 OK 然後名稱的話就改成這個 學碩士班 突然一下這四個字 直接把它貼過來好了 名稱 這個記得喔 你的SUB名稱 絕對不能有一樣的名稱出現 如果一樣的名稱出現 會出現錯誤 好 那再來的話 做法要哪些地方要改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那為什麼要把VBA浮動在上方 因為好處是 你可以把它關 這個把它移一下 你就知道說 它的位置在哪裡 有時候移到這邊好了 這樣看比較清楚 這個應該是112 所以把這邊改一下112 那公式的話 一樣 把它從這邊貼過來 貼到這邊 這邊直接改 直接把原來的第一改成1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是它填滿的位置 本來在第一改成1嘛 然後這個公式的部分的話 就是再把它留下兩個雙引號 那再從這邊貼過來 記得喔 它原來如果有雙引號 公式的雙引號 記得貼上之後 記得再把它補一個 就是在它的後方 前面後面都一樣 反正就是多一個就對了 一定要兩個 以示區隔 不然的話它會搞不清楚 所以假設你忘了改這個有沒有 當然它會出現什麼錯誤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你出現這樣的一個錯誤什麼 編譯錯誤必須是什麼 你可能都看不懂 但意思是它會把游標停在哪個位置 停在這裡的話 那你大概就是說 原來這邊我少補了兩個雙引號 補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把它補一下 這邊有兩個 再補一個 這邊再補一個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理論上這個就OK了 所以學說是 那清除的話 剛剛只有清兩藍 那你說如果要連這個也清掉的話 那改哪裡呢 很簡單嘛 C2到D2 那我要到E2 直接改什麼 把這些改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 這個Range物件的話 它在那個後面只要有冒號的話 表示一個範圍 如果沒有冒號的話呢 那就表示一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Range有沒有 這個Range物件 其實它在 Excel的VPA裡面 其實它有兩種作用 一個如果沒有加冒號 就是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OK 那如果加冒號的話 就是那個範圍 指的是左上角到右下角 所以我目前就是橫向的 OK 所以其實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所選起來 C2對不對 然後再選這個 一二 這個意思就是這個範圍 幫我選起來之後 然後幫我清掉 那這樣OK 向下填滿 所以改完之後執行一下 有沒有 清楚了 所以理論上呢 我們又增加年級跟學碩士 這個兩個 是從系所拿來改的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 底下需要兩個按鈕 所以我把乾脆 直接拿什麼 拿這兩個 按Ctrl鍵 選這兩個 先Ctrl鍵按住 然後再點這兩個 接下來呢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為什麼 因為這樣會長一樣大 然後放在這裡 然後乾脆 把這一個指向那個什麼 年級好了 OK 這個叫年級 那這個的話叫學碩士 這個叫學碩士班 OK 好 然後把它點一下 貼上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結果的話呢 按一下系所 有了 看一下 也沒錯 年級 也有了 學碩士班也有了 清除也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理論上我們其實只有錄 兩個 但是這兩個是變出來的 這樣OK 那當然呢 最後其實 有這些資料的話 當然我們等一下可以做統計分析 不過啦 在講這個最後 做完之後 可能就有同學會想說 老師那有點麻煩 什麼地方麻煩 系所 年級 學碩士 變成我要按三下 感覺有點麻煩 那如果說假設 我希望呢 能不能幫我增加一個按鈕 我按下一個按鈕 三個按鈕就可以同時被執行的話 那會更好 也就是有點像三合一啦 三個變一個的話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可以讓他變成三合一 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說老師我用錄字可不可以 其實跟各位講 錄字好像他沒辦法錄字按按鈕這個動作 變成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自己寫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教各位 如果今天要三合一啦 你不用錄了啦 很簡單 其實你要自己寫的話 首先當然一樣切到VIO BASIC 那因為我們總共有幾個SUB 三個SUB 這個是系所 年級 學碩士 那我希望呢 再增加一個 當然你可以增加在上面 或增加在下面都可以啦 我們自己寫一個好了 叫三合一 那可是呢 如果未來你要自己寫VBA程式的話 不是用錄字的話 當然你可以寫在上面 寫在下面都可以 只要放在模組裡面都可以 然後名稱要叫什麼 名稱叫SUB 所以記得我要寫一個三合 名稱叫三合一好了 不知道什麼更好的名稱 所以你打一個SUB 然後呢 這邊名稱叫三合一好了 好 那只要打一個SUB三合一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你按一下Enter之後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加後刮弧 跟EnterSUB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不過我的習慣是這樣 打一個SUB 因為我要自己寫 一個叫三合一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三合一的作用就是 它執行一個 它可以把三個按鈕裡面的SUB 同時被執行 那可是我要怎麼讓它同時被執行 接下來的話呢 只要記得一個關鍵字 叫call call的話就呼叫 所以我習慣要按一個TAB TAB就是縮牌 然後打一個call 後面的話呢 就是加上它的SUB名稱 後面的話呢 放在call的後面就可以了 所以呢 接下來你就把這個系索有沒有 放在這個 call系索 他就會怎麼樣 去幫你執行那個什麼系索 那再來的話呢 就call年級嘛 OK 然後再來的話 call那個學碩士班 然後我就把這個名稱 複製 好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了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弄弄看 OK 所以其實應該不難理解吧 你打一個SUB 三合一 ENTER 然後在這裡面的話呢 就分別用call這個關鍵字 去呼叫那個SUB 他變成說你就可以把他全部串在一起 那我來弄弄看好了 剛剛我給他按三下 現在的話呢 其實只要按一下 先清除掉 然後再call好了 call 有沒有發現 一次就搞定了 清除 然後三合一 只行 一樣啦 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三合一怎麼樣 把他再增加一個按鈕 那這樣就更完美了 有沒有 就是這個清除 三合一放最下面好了 把他放這邊 然後一樣重新指定 他叫三合一 名稱 好 反正就想這個名稱比較簡單 好好理解 好 清除 三合一 這樣的話呢 蠻方便的 一次就可以執行三個 所以啦 以後你工作裡面 比如說你可以分段 把很多動作全部一個一個做完 然後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你一整天的事情 就按個按鈕 事情就搞定了 這蠻方便的 OK 所以今天的話 等於又延伸上個禮拜的部分 又再增加修改 還有自己寫的部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再增加一個 我剛剛主要是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學碩士班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這個是跟剛剛班級差不多啦 然後再利用這三個把它串在一起 於是乎呢 我們又增加一個叫三合一的這個 OK 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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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